女人眼睛跟面条鸡一样 哭得越大声 面条掉的就越多 哗啦啦装进面盆里 不一会 就装满了一盆 生产队的驴看了 都要拜他为师 女人因为失业 又被人给甩了 生活跌到谷底 遗志不住的大哭 哭着哭着 不对劲啊 怎么还掉面条了 这鬼畜故事都不敢这么写吧 疑惑之时 也不怕中毒 抓起面条就往嘴里送 我的妈呀 怎么比臭豆腐还香 立马煮了一碗 端给老母亲品尝 他也嘖嘖称奇 说这味道绝了 得到肯定后 女人干脆智冷起来 摆个小摊卖面 有了第一个客人后 就有了源源不断的回头客 不一会 周围围满了顾客 大家都对这美味赞不绝口 甚至提前几天预约 眼看面条不够了 他找个角落 继续躲起来哭 又是满满一盆面条 第一天摆摊 就尝到了甜头 赚钱那叫一个快乐 可令人犯愁的事情来了 眼泪不是水龙头 怎么能保证24小时供应面条呢 他抱着盆 努力酝酿情绪 前期泪线用得太猛 这回哭不出来了 拿脚踹门 没用 看温情电影 没用 打碎爸爸的骨灰盒 还是没用 一气之下 把养了20年的狗带到荒郊野里 丢下他跑路 这一次 想到再也见不到狗狗 可能都活不过今晚 顿时泪线崩了 第二天 照常摆摊 客人络绎不绝 大家发现离不开这碗面了 期盼着每天都能缩一口 随后 有个金主找到他 说要投资和开面馆 女人欣喜若狂 很快 店面准备妥当 场内做无需洗 金主不停地招呼客人 时不时还要到后厨 提醒女人快点备餐 面前的盆又空了 她看向墙上小狗的照片 发现已经免疫 哭不出来了 直到看向被她杀害的妈妈 顿时面条跟不要前一起 疯狂从眼里掉下来 以目前的速度 再装个石盆都不成问题 可一旦这也哭不出来了 下一步 女人还会干什么呢 老师问男孩 二加二等于几 他回答二十二 老师赶紧纠正 用画笔掩饰 两只加两只 总共是几只呢 22 不愿再听老师叨叨 反手推掉东西走人 他敢这么嚣张 也不是没有理由的 老师叫家长来学校 想说明下这个问题 本一是想更好地教导孩子 可父母听完整个过程 丝毫不觉得孩子有任何问题 老师嘲笑他们说 不会数学老师 是教体育的吧 家长破防了 说要差评 还要让他好看 老师只当是场闹剧 结果第二天 校长突然找上门 要他道歉 这世界还有没有道理可讲了 他不懂自己哪里有问题 坚持职业操守 用心给孩子上课 这不应该吗 但校长认为家长是上帝 何况现在言论自由 不可以限制孩子的思维和想象 这话没法谈了 两人不欢而散 随后 学校涌进大批自由人士 一定要老师道歉 不让损害孩子们的权利 还投诉给学校董事会 他们召开会议 让老师主动承认错误 向公众们道歉 这样还有挽回的余地 但他坚称自己没有做错 数学2加2等于4 就是个常识问题 看老师没有悔改之意 把人给辞了 回家打开电视 自己都上了新闻 专家们没事干 围绕2加2等于几争论都没完 甚至质疑起老师的专业性 事情闹这么大 学校召集记者会 做公开的开出手续 结算工资时 上个月有2000 这个月2000 加一起 那就是4000元 这时老师笑了 老师还是太含蓄了 是我直接说2000万2000元 这个变态男 正躲在垫子里偷窥 少女们训练 看得正起进时 女教练发现了异常 她不慌不忙 静止走到垫子前 把拉链扣好 变态被关在里面 犹如困住的野兽 挣扎着 却怎么都逃不出去 跑道上放上踏板 只是女孩们站好一排 今天更改项目 练习跳马 精魅叙事待发 做第一个上场的人 一个箭步弹射出去 巨大的动静 把变态吓傻了 好在动作失误 没有伤到她 但教练哪有这么容易放过 变态这下慌了 死命挣扎着要出去 教练已经冲上来了 精准地踩到位置 发出骨折的声音 教练的示范 给女孩们带来莫大鼓舞 纷纷做好热身运动 接二连三地在高空重力加速度 变态身体各处骨折 但她也是狠人 硬是不开口求饶 接下来各种踩踏 接连上演 一轮过后 嘴巴裂开 浑身没有好的地方 是要量的节奏 但教练还没打算收场 让精妹再次加足马力 用尽力气 完成最后一条 她的眼球直接凸起 教练知道这个男人是个惯犯 绝对不能让她再有机会 等女孩们都回去吼 看向垫子 底部渗满了鲜血 拉开拉链 男人已经没了人样 全身上下 各种意义上的开花 但还有一口气在 教练嫌弃垫子脏了 拿出强腐式溶液 均匀倒在她身上 痛得她话都说不出来 随后利落地扛起垫子 扔进垃圾桶 看到没 这就是变态的下场 千万不要学她